本文所有史料均来自于蒋介石败退台湾原音艺术,作者保证史料之真实性,同时无任何影射,不涉及任何政治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,内战开始本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蒋介石,但是因为内部阶层的腐败,以及不得民心,战争从一开始就节节败退。 原本支持蒋介石的美国,在看到国民党的推势时,也逐渐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援。 1949年,国民党已经被打到了长江以南,蒋介石只好为自己的退路做打算,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想着卷土再来,所以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有生力量集中在一个安全,离大陆较近的地方。 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地方,并不是台湾,而是云南,云南自古位置偏着,从中国建立大一统幡图后,就一直属于天高皇帝远,民风彪悍且实力错综复杂。 而且云南位于我们边境,与云南接壤的国家有三个,分别是云南,老我,缅甸,这些国家当年中国远,征军曾支援过,所以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感情还是不错的。 而且那里鱼龙混杂,当时中国战争刚结束,不易于管理,足以给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机会,所以在蒋介石看来,云南是他最好的退路。 但这个想法,很快就被宋美龄给否决,宋美龄认为云南虽然位置特殊,但是却无险可守,本已经颓势的国民党军队,面对我军的百万雄狮,很可能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。 而且那三个国家并不一定念及就情,万一当时候置之不理,或者临阵倒戈,那才是真正的麻烦。 正在蒋介石犹豫再三之际,一个消息传来,云南的王卢汉投诚了,中国的西南本是蒋介石最后的大基地,蒋介石一直想要在那里重整旗鼓,抵抗国军,这时王卢汉的投诚,无疑是让蒋介石父辈受敌,沿西山主张派兵解决。 李宗人将自己的贵戏派入了云南,来威慑王卢汉,虽然双方还没真正的动物,但是去临南这个想法,也彻底没了。 蒋介石只好考虑了宋美龄的另一个提议,去台湾。 宋美龄曾向蒋介石提出,台湾和大陆有海峡相互,无法派出大规模的作战部队,而且当时我军的海军赏弱,空军更是难以大规模作战,台湾无异于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而且当时台湾并没有其他势力,已经被蒋介石的先遣部队统治,所以蒋介石去台湾远比去形势,错综复杂的云南安全。 经过综合考虑,蒋介石决定前往台湾,于是1949年12月,蒋介石撤退到台湾,国民党的残部也全部集中到了台湾。 蒋介石在台湾不予顽抗,直到去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